所以每一次我會回去的話 有時間我就把它轉檔 放在那個 這個上課錄影連結這邊 然後 影片的話 目前分享都放Youtube啦 因為除了Youtube 目前應該已經沒有別的地方可以放了 以前還有什麼 其他可以放影片 現在好像想不到了 OK 因為已經被 Youtube 給壟斷了 蠻恐怖的 OK 好 然後 不過它還蠻方便的 現在應該很多電視 其實也都有支援那個什麼Android TV 你有空去 甚至可以播我的影片 然後直接在你家裡電視看 現在電視其實還蠻大的 看我的影片應該蠻過癮的 有同學說 是我上課回家 都有在客廳看你的影片 OK 感覺還蠻舒服 沙發一座 感覺好像 本來是很嚴肅的一件事情 突然間好像怎麼變得很 很愜意 而且沙發一堂 聽你上課還蠻催眠的 開玩笑 他沒這樣講 這我自己 所以你把它打開來 這個是一個播放清單 所以你一打開之後的話 這邊可以全部播放 它會從頭播到尾 如果你不想要選的話 當然如果你已經知道說 你哪裡不會 比如說呢 上個禮拜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公式有沒有 應該是在第四 第四個地方吧 我記得 那你就可以點擊進去 那可以自己跳到那一段 自己再把你比較不會的部分 再重播一下 反正你一定可以快轉嘛 那可以倒帶嘛 OK 甚至你可以放慢速度 加快速度都沒關係 比如說你覺得 老師你講的太慢了 像有些人講太慢 我YouTube上面都把它播快一點 比如說你要學語言 像我前一陣子也在學日語 然後有時候你聽太快 你就覺得好像聽不太懂 所以我就把那個速度放慢 放到0.5倍好像有點慢 好像0.75好像剛剛好 因為你初學者放慢 其實好像就不會覺得 他講太快 慢慢可以學會 好那今天的話 也許我們繼續再來看 反正每一次上課 我都會把它放在那個 上課錄影裡面 然後會幫你們把那個 比較重要的部分 其實就一段一段摘錄 所以上禮拜清淡裡面 就是有六段影片 那其實 最重要的部分 當然第一個 就是像上禮拜學會哪一些 你可能 可能要稍微自己再 回去再review一下 那最重要就是第一個 篩選你熟不熟 我是建議啦 ESEL裡面 篩選這個功能 一定要很熟 因為你只要 跟查詢資料有關 這個篩選功能 絕對是最重要的 OK 那它可以是 查一個欄位 你可以查多個欄位 那每個欄位 都有每個欄位的形態 比如說它可能有文字 文字的話一定是 就是用包含的機會比較大 找資料 那如果是數字的話 就是大於小於等於之類的比較 那如果是日期的話 就可以是介於哪一天到哪一天的資料 幫我把它找出來的話 那其實都可以用篩選這個功能 OK 那篩選的話 其實它後續 原來2010以前的版本 大部分都用篩選而已 可是篩選的缺點就是說 你可能要 介面可能操作起來並不太方便 而且你可能要找一下功能 所以在2010以後 2013以後的版本就有一個叫 那個交叉分析篩選器 其實交叉分析篩選器 其實可以視為篩選的一個延伸功能 因為其實你沒這個功能 其實篩選也一樣可以Work 只是說如果你用這個功能的話 好處就是說你將來就可以不需要 按很多個篩選內部的功能 你就要按個按鈕 比如說你要哪一個學院 哪一個系 如果你要兩個系的話 按KT鍵就可以 完全不需要特別複雜的操作 也可以把你要找的資料篩選出來 那實際上背後它其實也是篩選 只是說讓那個畫面 變得相對漂亮一點點 OK 我是覺得這個可以活用 當然考試是一回事 不過我是覺得這個考試裡面 它有把一些 Excel裡面很重要的功能 幫你們把它這個特別 變成一個題目讓你們多練習 另外的話還有所謂的凍結窗格 OK 凍結窗格主要目的就是因為 我們有用了交叉分析篩選器 好像是放在那個第一列跟第十列 上面有個空白列 那如果說你這個空白列呢 假如說要把它凍結起來的話 包含那個上面藍位名稱 那你就可以用凍結窗 凍結窗格記得 如果你要凍結的是1到11列的話 那記得要選哪一列呢 選12列 OK 你不要選11列 11列的話變成凍結就是1到10 也就是說你選的那一列 它的上面就開始凍結住了 OK 如果你要取消 反正就取消凍結之後 它又恢復原狀 OK 那其他的話就是還有像是表格 那表格其實我想比較單純 一般其實我是覺得表格用到的機會好像沒那麼大 它只是說它讓你那個表格看起來比較漂亮一些些 另外的話上面會預設就是給你篩選 另外還可以給你一個表格名稱 不過在Excel裡面好像效用沒那麼大 然後再來就是設定格式化條件 這個地方 第四段影片其實就是上個禮拜最難的部分 所以如果回去的話 或許你可以針對那個第四段影片的應該算是 大概後面幾分鐘吧 就是設定格式化條件 那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那個工序 先end然後瓜阿虎第一個條件 豆點第二個條件 豆點第三個條件 那第三個條件還有兩個 所以第三個條件前面還叫偶爾 瓜虎第一個條件 豆點第二個條件後瓜虎 OK 那所以你會發現上個禮拜好像花最多時間 大概上禮拜三個小時的話 大概有兩個小時在介紹這一題 所以這一題其實難度蠻高的 那有同學提到如果遇到這一題 至少你可以把會的先做 這個的話可以先留著 畢竟說跳過 如果你可以一次就做對 那就是把它做OK了 那如果一次做不出來沒關係 你先放著 然後等你把後面全部做達完 再回來做這一個地方 我覺得這樣策略會比較好 你千萬不要一直就卡住 然後花了半個小時就做 那就全部時間都沒了 你後面都來不及做了 千萬不要這樣 因為考試這樣啦 一百分也是拿證照 七十分也是拿證照 OK 其實最後主要是那個結果 OK 如果你想要拿證照 那可能策略上 就是將來如果你遇到你比較不熟的 可以先放著先跳過 然後後面再回頭來看 那另外的話上個禮拜還有二零六 二零六相對就簡單了 裡面的話其實就是 可能比較會需要注意的就是說 那個怎麼樣把一到四季 就是多選工作表 記得按Shift鍵 第一季先點 然後按Shift鍵 Shift鍵是連續選 那如果你Ctrl鍵按的話 是變成說他只會選一跟四 OK 如果你假設按Ctrl鍵可不可以選 應該也是可以啦 可是你要先Ctrl鍵按住 然後一二三四 那當然比較好的方法應該按Shift鍵 等於是先點第一季 再點第四季 這樣子一到四季呢 就會幫你全部選起來 然後做一樣的事情 那其中的話當然就算那個平均 加總標 這個應該比較簡單 那它裡面的話我想這一題應該最 有好用的地方應該是合併會算 也就如果你今天 這個應該是一到四月啦 這個應該打錯 應該一到四月才對 還是 好像四季 好像四季吧 OK 好了 先 會算一到 這個應該是季吧 還是 對 好像應該是季吧 那我可能打錯了 那合併會算的話 其實主要的目的就是說 它可以幫你把很多個工作表 合併成一個工作表 OK 那這個功能的話其實也蠻好用的啦 OK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接著繼續再來看那個 208 OK 208題的話呢 大概題目稍微了解一下啦 然後 它的難易度的話 它顯示是中的 表示說應該還算是比較有點難度的 不過我看一下好像還好耶 那這個題目 稍微它的那個設計的題目說明 第一個它就是說呢 這個電腦技能基金會 舉辦那個2013年的那個 就是城市設計比賽 然後呢 大會工作人員呢 要記 就是用Ecell來記錄 並且計算選手的成績跟排名 所以有一點比賽 最後我們要統計的 到底哪一個選手是 這個 這個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它顯示前50名 也就是說呢 參賽的人很多 假設500個好了 那可是最後我只要 要挑出前50名就好了 然後呢 由於各組的滿分是10分 所以呢 要把10分 怎麼樣呢 要換算一下 所以喔 10分換算的話 那就是變100分 然後並計算平均 然後排名 那最後顯示那個 前50名的名次就好了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一樣